老公做了一个想买都买不到的 超级炫酷炸裂柜 简直就像雷批过的一样 刚开始我还质疑 他这个假木工做不出来 你看我做不做得出来啊 我还没来得及拍 他就用纸皮把炸裂柜的样板画好了 再画在木板上 这个柜子相当复杂 我们来看看这个假木工 怎么做出炸裂柜的 现在像不像 有点那个样子了 我光过来领域 这边更好看 再画一块背板 你看一下 完美服帖 两块用木工加固定打磨平整 柜子侧面是有弧度的 找一块不用的木头 用锯纸多锯起条缝 试一下这样弯曲就可以了 用木板全部锯出来 就可以这样凹造型了 这很有弹性啊 你看怎么样弯曲都可以 都不敢相信这是一块木板 最难的就是这每个裂缝都要做板 尺寸还不一样 不过我相信不会难到这个老六的 你看 这一弹下来就有这么多的块的板 这四块啊 再弹一弹 他又在画设计图了 把柜子的门锯出来 做抽屉 下墨修了你带一点温热 有换极的颜色 柜子们造型做出来 修个边 装个抽屉滑轨试试看 还挺丝滑的 最难的部分来了 中间炸裂木板有四十多块 全部拼起来 把锯好的柜子侧板 喷上木板软化剂 就很柔软了 跟柜子也很服贴 柜子边摸上镊子 打磨光环 过来 过来 我带来 我带去网上 装甲 好 停了 还在做 来 放这边 好 给你自己 越来越乐 好 空调打开 马上 好 马上 夏天用电高峰 电压总是不稳 看来是电压过低了 还是你买的空调好 电压有个受影响 这有什么 哪怕电压低到120伏 空调照样可以开 还是你会选东西 就你会夸人 赶紧把柜子装好 我等不及想看看效果了 好的 马上 开始挖 我想给你快乐 为你决定 为你做一只 扑获的 飞恶 没有什么 事情是不值得 为你唱这首歌 没有什么风格 太静静 我把所有能把 都把过来 我没 用到 为你放弃 世界又何不可 夏末秋梁里 带一点温热 为了更像被雷劈过的 老公用电脑铁烫了被炸开的裂纹 让老公去休息一会儿 我来刷一个护骨木辣油 我们一起来看看效果吧 老公做的插腰斗柜也太酷了吧 一直有网友想让老公做一个这样的插腰斗柜 看他画图子就觉得好复杂 想着能给我放零食也是很有创意的 没想到被老公做成了必动柜 图子太难画了 又没有投影仪 就直接找图打印出来 把柜子剪下来 贴在木板上 把柜子的形状画出来 再用曲线锯锯下来 就得到了一个小柜子模型 老公又找来一块木板 把柜子投影在木板上 哇老公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没有投影仪居然会想到这个办法 想大就大 想小就小 班长影子 把柜子画在木板上 真是改变命运了 对吧 我来用果酥鸡洗一点水果 等下饭后吃 把柜子的形状锯下来 哇 好夭老啊 再锯一块 一起打磨平整 我感觉他是重心不稳 不稳 再把两只手锯出来 再锯两块板 做柜子的侧板 由于柜子造型弧度比较大 整块木板要锯成 这样就可以凹造型了 锯这个板很麻烦 老公锯了快一天才锯好两块板 把柜子的门板锯出来 修个边好看一点 把柜子抽屉轨道装好 试一下很滑溜 重新固定 这只能一点一点点压下去 这有点难度啊 我相信难不到这个老柜 菜炒好了 可以叫老公吃饭了 哇 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来 吃一个虾 哇 好大肚 我最喜欢吃这个 你休息一会吧 我来洗碗 收拾厨吧 好 这个地方有点难度了 慢点 慢点 再慢点 哇 没想到老公 你这种幅度都做得出来啊 只要思想不滑坡 大话总比更难多 哇 你刚刚的印条 好 完美了 刽子边的缝隙 又用镊子粉补起来 打磨光法 先把这个袋子过来 装上刽子底板 刽子头顶修个边 再把包边条贴起来 装上柜子面板 再装上童腊手 手打磨光法 装在柜子上 没想到老六做的擦药柜 这么好看 放在厨房 刚好可以给我装零食 跟我们的厨房也很搭 老公把院子里的树叶 用植物踏懒的方法 做了一个试剑套 把满园春色留在了我的被窝里 做法非常简单 在院子里摘一些好看的叶子 可以多摘一点 看看哪个树叶效果比较好 这灯笼花的叶子好看哦 是啊 它的形状跟爱心一样 家里树叶品种不够多 又去外面摘了一点别的树叶 路边的童子叶也不错 向日葵也来两朵 把太阳伞打开 在外面弄比较方便 在盆里加满水 倒入冥凡 把刚刚摘的树叶全部倒进去泡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了 赶紧给它捞出来晾一下 给它甩一甩 刚快递打电话给我 你去帮我拿一下快递吧 好 要把这个叶子擦干才行哦 一定要擦干或者晾干 把塑料薄膜铺在地上 再把被套铺平整 摘来的树叶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摆好 用透明胶固定在被套上 用一块这样子的胶垫垫在被套里就可以开始敲了 像这样不停地敲就对了 每一片叶子印出来的颜色都好美 感觉跟着老公可以学到好多知识 外面太热了 又拿到大厅里敲 终于敲完了 整头套也要敲上同色系的树叶 水里加入明帆 再放一点食用盐增加固色 整套和被套放进水里泡一个小时 洗干净晾干 我们一起来看看效果吧 Past lives Couldn't ever hold me The most love It's sweeter when this wine